在中国和西方都有远远流长的文本解释的传统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人类学术的发展就是一个不断地对经典文本理解和解释的过程 也就是阐释的过程 中国有大量的关于文学文本的理解和解释 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文学阐释学 四川大学周玉凯教授 长年以来致力于中国阐释学研究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文学阐释学史讲 将视野聚焦于中国古代文学 探讨文学批评层面的方法论阐释学 全书以讲义的形式站在现代学术的立场 运用考据学 语言学 社会学 符号学等多学科的理论 打破中西古今的壁垒 用现代学术的眼光去重新观照中国古典文学 重新观照中国古代的文学阐释传统 可以说各个时代各种学术思潮 就是在对经典的不同阐释中诞生 当今我们写论文 从事学术研究 其实也就是对我们面临我们课题所涉及到的古典的文本 进行理解和解释的过程 因此呢 了解一些古今中外的一些阐释学理论 对于我们如何选择一种学术的方法 来提出问题 解决问题 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就我个人的自学经验来说 我把它总结为五个字 研究及阐释 研究及阐释 大家好 我想向大家推荐一本非常好的关于阐释学的书 那就是四川大学周一凯教授的 中国古代文学阐释学史讲这本书 阐释学当然是从德国的哲学传统当中 发展出来的一种理论 但这种理论呢 是普遍的 不是德国的理论 他所讨论的语言 表达 理解和解释 或者评注的问题 那是普遍的 是我所谓的第一层次的问题 就是在任何一个文化语言 在任何一个传统里面都存在的问题 那么阐释学现在在中国国内 引起很大的关注 很多人都非常希望了解和讨论这个问题 那么在我看来呢 我读过一些材料以后 我觉得周一凯教授这本书 就是中国古代文学阐释学史讲这本书呢 是非常非常好的 是比较特殊的一本书 这是因为那个周一凯教授呢 他自己对中国的传统的古典文学 尤其是宋代的文学和禅宗的语言 有非常深入的研究 而宋代在中国的传统当中 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从汉唐的著书到宋代 有一个反思的过程 从欧阳修到朱西 也就是说从北宋到南宋 都有深入的反思 对于汉唐的这个经学的传统 就是说在经学方面 也涉及到文学的讨论 所以这方面有非常丰富的材料 而周教授呢 他对这方面的研究特别深入 所以他的这本书里边 用了非常丰富的大量的材料 来用中国的材料 来讨论基本的产识学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他这本书呢 是很值得看的 他里面这些材料都是中国的材料 是传统的古典文学中的材料 但是他讨论的问题呢 是带有普遍性的 产识学的基本的理论的问题 在我看来用中国的材料 站着中国学者的立场 用中国的材料 来讨论产识学的问题 就是我们中国的学者 对产识学的这个发展 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我认为周玉凯这本书 就是做到了这方面 非常成功的一个著作 所以我希望向大家 强力地推荐 周玉凯这本 中国文学产识学诗讲这本书 复旦大学中文系陈尚军教授 这样评价说 周玉凯教授的新著 中国古代文学产识学诗讲 是从西方产识学中得到启示 在文学批评层面的 方法论产识学开拓中 做出了可贵的探索 全书诗讲 分别讨论中国文学研究中的 一系列重大问题 都是当前文学批评界 前沿热点之课题 对当代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具有重要启示作用